這一支其實它塗上手,Swatch都很漂亮 所以我這個認真系列 第一個說的化妝品一定要DEDICATE給3CE的這支唇膏 因為我覺得它實在太好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馬友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Dyson那條片呢? 我像不像一個日本的小朋友? 這件Zara來的 還有我這個Foodie是一個我自己在美國印的王妃 紫愛陌生人,大家認不認識這支唇膏嗎? 其中一支是我人生最愛的唱片封套 先進正題 這一集都是這個認真呢的系列 認真呢的系列就是review一些我自己很想很想很想很值得 整條片都說它這個產品的系列 我第一集的認真呢就是Dyson Airwrap 那我今天想說的就是這個3CE系列的唇膏 我在我的頻道說過三次這樣 我很喜歡這支Velvet Liquid Lipstick 可以算是我覺得在Velvet的唇膏裡面 Number One 也很多人都因為在我的影片之後走了去買 也都說不知他們用完之後很好用 很喜歡我很開心 這個算是我覺得我的頻道 就算是最多 positive feedback的唇膏 其實3CE的唇膏系列裡面 有些是非常之... 一般的 例如出了這支玻璃瓶版 本身這個Velvet Lipstick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質感 它是很柔軟的 你塗的時候 它的唇好像有一點blurblur的感覺 我覺得很漂亮 但這支呢 其實它塗上手的Swatch都很漂亮 都漂亮的 它是比較水潤一點的感覺 而且它的感覺是薄一點的 但為什麼我不喜歡就是 因為它乾了之後會吃著在嘴上 我這個皮膚乾到爆炸的人來說 是極度之不好用的 我覺得 它現在好像是想炸開的感覺 雖然它的顏色是很漂亮 但真的太乾了 大家可以看到它開始乾的時候 而這個Velvet Lipstick呢 它還是blurblur的在我面上 但這個好像已經跟我的皮膚融為了一體 在3CE的系列 這個唇膏 紋身不差的 顏色都很漂亮 這個唇膏出過三個系列 第一個系列全部都是啡 tone 不同類型的啡 tone 那個就非常乾 那它們呢 第二個collection 就是這個偷天系列的顏色 一點點啡紅的感覺 就好很多 就潤很多 都是有一點乾 但是可以接受到 它的顏色都真的很漂亮 很容易上色 而且這個唇膏是一個 MAT面 所以我也喜歡這個唇膏 但是真的要在嘴上 狀態比較好一點的時候用 如果它的狀態比較差的話 它就麻煩了 但是今天認真這個系列要說 就是它新出的 就是這一支 這一支很幼的唇膏 好 首先你問我 我覺得它的包裝是輸的 但是它的尺寸是小到無論 因為它們這個系列的進化論 我很喜歡這支 之後才推出這支 這個formula 那它推出完這個formula 其實我已經開始推出了 你們推出了這麼好的 怎麼會還推出這個 哎呀很失望 然後這個是再新一點 再推出這個的時候 我就想 哎呀又推出新的 應該都一般的了 I'm sorry 它是這麼多支裡面最好 這個是真心的感覺來的 它的質感呢 Velvet 首先它是一個很creamy的 譬如像這個 它都是Velvet的面 它都是MAD面 但是它是一點都不creamy的唇膏 一點都不creamy 大家可以看到 一點都不creamy 它是很厚的 顏色很漂亮 看著 它是好像一個cream的 Velvet的質感 這個還要是有一點光澤 有顏色是透的 這個呢是 吃實了在皮膚上面 大家看到嗎 好像給我這些嘴乾的人 它是超級好用的 而且它這個系列 有很多顏色都很漂亮 那這裡呢 有四個顏色 我很想介紹給大家的 一隻叫做 Sand Lily 一隻叫做 Mellow Peach 一隻叫做 Rose Bat 那我希望大家有機會 一定要試一下這隻唇膏 我就想試給大家看 我最喜歡的combination 我自己在店裡試的時候 我就混了一種顏色 我自己很喜歡 想示範給大家看 那首先呢 就是用Sand Lily 一個比較粉紅色的唇膏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嘴 今天是很乾 我現在不塗潤唇膏 我直接上色給大家看 然後呢 我再混這隻Rose Bat Rose Bat 就是一個比較啡色的粉紅色 我的嘴是完全不感覺 是塗了很多東西 Yeah 是不是很漂亮啊 我自己很喜歡這個combination 和很喜歡這兩種顏色混在一起 我覺得這兩種顏色之後 簡直是神色 超級喜歡 而且我真的很喜歡粉紅色 因為我嘴太光的關係 有時候會混合兩支不同的產品 混合在一起的時候 我嘴會光得不得了 但這個絕對不會 它有一種透明的潤唇膏的感覺 它又不會亮 它又不會黏 它又不會黏 但它就真的有一種很潤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非常神奇 最愛的素顏 只塗了嘴 那些粒粒的 你看看 那所以呢 如果你試完這支唇膏 或者你試過其他品牌的唇膏 你覺得都一樣有這麼好的效果 或者混到這些顏色的話 大家可以留言告訴我 大家記得追蹤我的IG和Instagram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你訂閱我的頻道 留多點言給我 我才會給我更大的動力 去拍更多的影片 給大家看 是不是 那所以呢 大家快點訂閱完之後 就要開那個鈴鐺 開那個鈴鐺 就有 Notification 有 Notification 的時候 我出新片 你們就可以看到了 因為我很勤力 我每個星期都會出幾條影片 送給大家 那所以呢 大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好啦 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就這麼多啦 下次見啦 拜拜啦 拜拜 好耶 我其實很趕啊 漫長的一天 現在才開始 拜拜